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新加坡大出圈,内鱼破大房,在炒旧文带节奏,剑纸大电影。 肖战这两天在新加坡大放异彩,海外人气爆棚,让很多人破大房了。 果不其然,黑热搜这就来了。 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话题。 有余计说肖战这个哥们就是疯狂爱工作,私生活很是无趣。 这样的肖战当然还要再红很多年啊。 后面虎视眈眈的多少人都换了好几茬了,这哥们还是稳如泰山。 看着大帅哥的盛世美颜刷遍各大平台,看着海外粉丝给的欢呼呐喊, 看着主流媒体跟着盛世狂欢。 看着肖战风轻云淡地接受一波又一波的顶礼膜拜, 看着肖战一个短短的露面就胜过了大平台精心准备的豪华盛典。 儿子家不管整了多少的花样,买了多少的热搜,刷了多少的存在感, 都不及肖战露面的几秒。 你说大家能不着急吗? 肖战那从不刻意获取却汹涌赤裂的流量是多少人艳羡不已却无法企及的存在。 羡慕的口水都顺着眼睛哗哗的流啊。 最可怕的是,肖战越走越高,取而代之越来越难。 怎么能把这个大树扳倒,瓜分也是不敢想象的惊喜。 尽管肖战一直单身,但每年都恋情传闻却接连不断, 不管男女老少,肖战的生活都在大家的嘴里。 而不是肖战的生活里。 不走歪门邪道的肖战就是得硬扛着,越解释越是事。 最近更是各路人马纷纷出动搞事情。 从恋情到工作,甚至到了毫不遮掩地直指肖战本人。 今年,肖战三剧连播让很多人急得酸技跳脚了, 播出实际更是让很多妄图取而代之的人着急不已。 接踵而来的大电影更是让他们如临大敌啊。 大电影顺利上映的话,肖战内于第一小生的位置可就更无人撼动了。 短时间你就只有看着肖战一路走花路,挂蹭的边恐怕都不好沾了。 这种堂而皇之的造谣,每面都得发出几次。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就是利用普罗大众的仇富心理,先引导一波舆论再说。 我想肖战接下来的工作一定面临各种搞事情。 你就想想汪藏海、肖战、古装、权谋、大男主。 郑小龙这几个词意出来,谁会不激动,谁会不羡慕呢? 更别说中影和徐克了。 知道肖战已经超越九十升赛道。 用着小生的年龄接着终生的资源,怎么能不急地跳脚。 大电影在一上映可就是更甩开了其他人八十条街远了。 别说取而代之,挂蹭都没了资格,那还让别人怎么活呢? 天下兮兮,接魏力来,天下嚷嚷,接魏力往。 肖战接下来要上映的大电影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总有些人一天步行正道,天天搞些痴魅王俩的手段,真是让人看不起。 我们稍安悟躁,不要慌。 时间会给出真相,我们跟着大帅哥的脚步坦坦荡荡地向前走。 你要他跌入最谷底。 我非要让他站到最高处。 期待肖战的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